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姓你 零年 三十七 他店店 零三年来 当时是不出门的 然后过了两年之后 就要想办法生存 你不能老是让他们招工 零五年还是零六年 就立家出走了 去扬州 在扬州 然后就慢慢的锻炼自己生活 拜师傅 师傅不教我 然后我就在他家房顶上住了三天 实在赶不走了 他叫 里面的全部这都 这都烫破皮 这里 零年的话就是五到六分钟 有新出的动画片 或者是电影 都要去练 去做出来的 输入 看自己付出多少 然后输入成正比的 基本上生活都能解决到点 该上班好的 咱家里四五千块钱有 家里人没有见过我做这个 只知道我做这一个 那么辛苦我不给他们讲 当时都挺明白的 就是好好的活着最好 比什么都重要 照顾好你自己是最好的 然后不要说家里边负担太多 看视频 上澎湃